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天一早来到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 看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就园区的创新发展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今年是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20周年 如今中关村科技园区有高新企业近2万家 已经成长为全国最大、最有实力和竞争力的科技园区 温家宝首先来到博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主攻生物芯片,形成了医学系统生物学产业链 推出生物芯片、生物医学仪器、试剂耗材、软件数据库四个系列50多项产品 温家宝说,科技、知识、人才就是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所在 当听到企业反映政府采购以及审批方面的问题时 他当即要求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解决 温家宝还嘱咐企业负责人 不仅要让企业成为创新的基地 还要成为培育人才的基地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生产高温合金和纳米材料的高科技企业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目前钢铁行业比较困难 在听取企业负责人的有关意见后 温家宝说,危机也是机遇 要把市场机制,政府调控,科技创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兼并重组,尽快淘汰落后产能 通过科技创新,更多的生产高端产品 提高钢铁行业竞争力 用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是国内最大的财务软件提供商 温家宝对大家说 发展软件最重要的是两条 第一是大脑,第二是市场 这两条不穷不尽的 希望我们的科技人员 特别是从事研究开发的人员 你们不仅要盯着眼前的困难 而且为国家长远发展做出努力 如果说我们来了 对大家是一个鼓励 但是看到你们是对我们的激励 随后温家宝主持召开 中关村科技园区高等学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刚一落座,他就对大家说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我们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 但更要重视知识和科技的力量 这是应对危机更带根本性和长远意义的措施 今天来这里就是要听取大家 对如何发挥科技作用的意见 我们不仅要度过难关 而且要为今后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温家宝同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他说中关村科技园区走过20年不平凡的道路 希望你们继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加快发展,提高水平 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成全国自主创新示范区 温家宝指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关系 二是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关系 三是处理好经济与科技的关系 温家宝强调,在危机面前 每一个人都应该挺身站出来,勇敢负起责任 他号召大院大所科技工作者 要集国家之所集,想国家之所想 深入到企业中去,深入到经济建设中去 主动把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改善管理,开发产品,创新技术 为克服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争取美好的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今年即将来临,温家宝向全国科技工作者 致以真挚的问候 他勉励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抓住机遇,扬帆起航,奋力当先 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刘琦,刘延东,陆永祥,万刚等陪同 并参加了考察